随着实在的进步,实在像这样子的智能手机呢 它的拍摄功能也能做得越来越好 那么我们究竟需不需要为了拍摄日常的Vlog 或者是拍照呢,而去购买一下这样子的便写式的这个卡片相机呢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Ditor 所以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呢,现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么话不多说,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在日常生活中呢,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使用电子钱包 这就意味着呢,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不带钱包出门 那么许多的手机品牌呢,他们也开始在对着他们的这个手机的拍摄功能 逐渐逐渐的这个优化 那么呢,就导致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手机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功能 那么这些演化聊到的功能呢,能不能够取代我们的卡片相机呢 所以今天这期影片呢,就是为了你们来分析手机 跟卡片相机拍摄Vlog,还有拍照的好处 那么现在市面上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卡片相机推出 比如说有佳能的这个G7X的这个系列啊 还有主力的RX100的这个系列 这里呢,就有一个非常尴尬的点,就是因为他们自带的这个镜头焦距呢 都是24-70 那么根据我以前使用Sony RS100M2的这个相机拍摄Vlog的这个经验呢 你们就可以看到呢,我的脸占据的这个画面非常非常多的空间 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是拍摄Vlog的话呢 你就不能够把自己还有后面的这些背景啊 或者是你要拍摄的人啊,都拍摄进去 所以说呢,像这种便携式的卡片机呢 你看这镜头,要做广又不能够做太广 要做长焦又不能够做到长焦 所以呢,手机的思路就不一样 手机的思路呢,它把所有的这个镜头都分开做 你不要准备镜头,广角的镜头,还有长焦镜头 OK,那么如果你能够接受我刚才说这个焦距的问题呢 那么下一个呢,我觉得呢,应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问题 OK,像这样子的便携卡片机呢,因为它的这个体积很小 所以呢,它就没办法做便携的这个防抖 OK,那么相反呢,手机的这个CPU的运算能力呢 还有这个AI的这个算法呢 大部分情况下呢,手机拍摄出的画面 加加上它的防抖,其实 OK,那么你听我多说,Vlog的这个画面的稳定性呢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干净的 OK,那么这里呢,就给你们来看一些对比 OK,这里呢,你们就可以发现手机的这个防抖呢 确实是比我们这个便携式的卡片机做得比较好 OK,那么像最尴尬的点来了 这种变形式的卡片机呢 一,它的画质呢,又比不上挡板 二,它的变形性呢,又比不上手机 但是呢,在手机的这个CPU的运算能力 跟AI的这个算法能力的加行下呢 那么其实现在的手机呢,它的画面呢 它的画质呢,其实是可以一点一点的 射过卡片相机 OK,那么拍摄Vlog呢,其实不需要 显能器非常非常专业 而是我们能够尽量低调呢,就非常 尽量低调 OK,那么这里呢,如果你现在大街上呢 你这样子拿着一个卡片机在这里Vlog的话呢 那么其实 它是没有这个低调的 那相反呢,如果你只拿手机来拍摄的话呢 如果你要偷拍别人 或者是拍摄别人出话的时候呢 你这样子轻轻,这样子拿着 哪样子拍,这样子别人 一,它也会怀疑你是不来拍摄的 二,它也不会看你去 因为它完全不知道你的拍摄 OK,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个卡片机的这个缺点呢 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说手机的缺点 OK,你看手机这么薄 意思就是说呢,它的传感器 是非常小的 所以呢,在这个暗处的时候呢 或者你这样往上拍摄的时候呢 它的噪点呢 就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它的画质呢 就会赢给卡片相机 当然是在夜拍的时候 OK,那么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呢,我是非常建议大家使用手机 就是使用自己的手机呢 来拍摄Vlog 因为现在呢,它的镜头 你做得也好 所以,其实你们不需要砸钱呢 去买这一个卡片相机 也不是说不需要 除非呢,你想想要upgrade自己的这个器材 那么如果你的预算更足够呢 其实你也可以考虑买当方向机 OK,那么这边呢,我就发现很多人呢 都有一个误解 就是,他们认为呢 Vlog的好怪呢,其实就是看 那为创作者用的这个器材是好还是坏 那么其实真正一个好的Vlog呢 或者是一个好的影片呢 就是,你能够成功的透过影片的方式呢 为大家带出这个故事感 或者是你能够从这个影片当中呢 带出你想要说的这些事情给你的观众 那么这呢,才是一个最好的Vlog 然后观众,那么影片呢 就在那边结束了啦 那么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呢 就可以为这个影片点赞 然后呢,如果你们觉得这支影片能够帮助你们 现在想要开始这个拍摄Vlog 或者是要开始进入这个Youtube圈的朋友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们知道 那么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的这一种影片的话呢 或者是观看更多的这个摄影的这个Tips呢 那么可以进入我的频道 这样子会出过下一次我们这个新影片 那么最后呢,大家也就不要因为是新的一年呢 所以就放下戒备而不好哦 就是SOP 那么现在呢,马来西亚的这个疫情呢 也开始组建了这一个恶化 所以,为观众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就介绍外出啦 如果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外出的话呢 就必须做好个人的这个房移出息 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越来越多人选择 好,各位观众,那么喜欢你们喜欢这支影片 这支影片来说的这个房移到那边 但是,我们的结尾就是不是保持者的 在这里,我们还是赶紧的这个房移进去 但是,我们要配用这个房移出来 保持者,你通过这支影片 我可以看到你的房移动 我们去的房移动 我可以看到那个房移动